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我花多钱吗 我花了4000万日币 这就没法算 这些东西没法说 我们来讲一讲 到了日本之后 让你比较抓狂的乱七八糟杂费 我先带大天整体说一遍 第一乘车费 第二马斯费 第三水电费 第四下水道费 第五电视费 第六是粗大 大型垃圾的备用 我们逐个讲一下 第一乘车费 不管你是坐电车也好 还是坐公邮车也好 这个乘车费你是跑不了的 你每天想买个最便宜的车票 敲个票什么的 是不可能的 常在河边走 总有失邪那么一天 到时候让你赔钱什么的就不好了 对不对 都要面子 对不对 让车站那个站员再给抓住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车费是不可避免的 每天去原学校上课 去大学院上课 或者是出去打工 这个车费都会产生 那怎么样才能便宜呢 这要看你选择的学校怎么样了 如果你选择的学校是学校法人的学校 而不是一般财团法人的学校的话 这个就可以打折 比如说 你像我们大学 我三个月的乘车费大概是一万多块钱 一万三四千块钱吧 如果你们是普通财团法人的话 不是学校法人 那你一个月的乘车费大概是七千块钱 这个也之前有讲过 大概一带而过 可以详情看我上一篇那个文章 上面那个小视频 是这个瓦斯费 我们之前没有单独拿出来讲过 现在单独跟大家讲一讲 在东京的基本上分为两种ガス 一种叫做LPガス 一种叫做都市ガス 这个都市ガス就相当于政府工程 这LPガス就相当于我们把那个存 那个就是什么 储存天然气的罐在底下 然后人家给罐装 大概是一个这么样东西 然后这个LPガス呢 光开户的话呢 一个月呢 第一次开户呢 你就需要一万的这个押金 然后都市ガス就没有 这个所以说在选房子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 它变得要x2 推广 Capcom300- nächsten啊 像是两个这一个都市国家的东京加司跟东京加司也要便宜 所以说 如果你们家做菜是这个賀寺的爐子 然后洗澡还用Gas的话 但如果是LPガス 这个时候或是产生一笔不小的费用 所以这个要注意 下面一个 볼法水电费 水费的话֭鸣思议RI的 也没什么好讲的了 水费的话顾名思义 这也没什么好讲的了 这叫 Clay Avenida的话 正常用水嘛 无非就是洗个澡,喝点水,做个饭什么的,浪费了这些水什么的,这是水费 那电费呢,之前我这有一个同学,夏天呢,日本很热 在家里待着,又不想让身体出汗,所以说把温度开的比较低 像我这种比较腐败的,出门都不敢关空调 回来家以后呢,就是舒爽了感觉,我知道,对不对 但舒爽了结果呢,是要付出代价了 像我这样一个月不关空调呢,大概一个月的费用呢,是一万多块钱 如果你是间歇性关空调,比如说你出去玩,一整天不在家 你可能关了,但是你要比如说,平常你只要在家,就白天就24小时开着 出去吃个饭什么的,也会开着这样的,大概光电费的话 就要七八千块钱一个月了,日币七八千块钱一个月了 所以说这个电费呢,也要注意一下,能省则省吧,对不对 我们都是成学生去日本学习知识的,对不对 谢谢讲了,这个时候这是好多人不知道了,下水道费 日本的那个下水道呢,修的是十分发达了 之前,不过从电影啊,各种影视剧取材里面都可以看出 日本的下水道的号称是可以助人的,对了,很厉害 不像我们认为呢,就一个馆子什么样的,人那边是和迷宫一样修的 对不对,下水道什么鱼啊,之类的那些电影都是出自日本下水道 日本的下水道是收费的,这个是不是没服务日的小伙伴是不知道的呢 也就是说,你只要你家里放下腾水,你就要交这个下水道费 像这个水费和这个下水道费呢,大概是三个月交一回 电费呢和这个网斯费呢是每个月交,但你超过一个月不交 它是可以累积的,不是说你当月不交费就会给你停 如果是次月再不交的话呢,会给你停 但停了以后怎么爆开呢,如果是都市嘎斯的话,他停了之后 你交完费也需要再打电话再爆开 电费的话呢,是你交了钱之后,他会在24小时之内给你开通 基本上是个这个样子的东西 哎,下面呢,还有一项就是我们这个电视费了 是不是去了日本之后呢,会被那种各种奇奇怪怪的小哥 背了一个盒子或拿了一个大的那种什么文件夹去呛一家门 哎,这就是NHK收电视费的那个人 一般像这种人呢会很烦,但欺而不舍的去呛一家收电视费 对吧,因为我们真的是不交,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个外国人又不买电视,干嘛要交电视费啊 我有的时候家里电视是买来打游戏机用的,是吧 打PS4啊,310Xbox之类这种东西 对不对,根本用不了电视费 所以你就直接给他讲啊,我不懂日语 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不看电视 你就给他给他讲就是了 哎,然后呢 或者是你再过分一点,你给装傻什么也都是ok的 反正是这个电视费呢,我是不可能交了 哎,你们有钱,你们交 再往下讲,这个粗大垃圾费用 粗大垃圾,粗大狗迷嘛 这个就当用汉子,我就随便一翻译就这么写上了 什么叫粗大垃圾呢,就是大溅垃圾 哎,什么是大溅垃圾呢,比如说这个黑丸 哎,这就算大溅垃圾了 你像你平常扔的这个什么生活垃圾啊 瓶子,书啊,衣服啊,这什么的都无所谓 你往哪里扔,但你要想扔个沙发 扔个餐桌什么的,你要扔在那儿 那去区所的人绝对会饶你 因为没人给你拉了走,那个车嘛 和中国一样,它是这么绞进去的把那个垃圾 所以说你把那个垃圾扔在那儿没法处理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要把那个大型垃圾的那个条贴上去 还要给人家钱,就是咱这边卖废品嘛 都说,啊,你看我们家这个沙发不要了 你看多少钱,合适我就卖给你 在日本不是的,在日本你像丢垃圾都是 大哥,我给你钱,你给我拉走,行不行 我给你多少钱,你说 哎,这是区别了,也是知识点 哎,今天是知识点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今天是星期二,我们巴拉巴拉小课堂 我们周四再见